你要回家啦 欢迎来到对角巷 这细节的花极枝 不是只有在这里能买 哇哦 欢迎进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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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平在日本 今天我来到的是 我们在东京烈马的 哈里波特主题园区 6月16号正式开园 然后门票据说 已经被抢到了7月份了 我们是提前获得了 一个入场的参观的资格 这种好事 不能够忘记粉丝 今天就跟着我的镜头 进去看一眼 看看它是不是值得来 作为亚洲首座 也是世界最大的 哈利波特影城 果然从出站 就开始营造 魔法世界的氛围了 推荐乘坐西武 风岛县的 哈利波特主题列车 列车内部的 哈利波特海报 外部的站台和看板 仿佛就是通往 魔法学校的第一站 不幸五分钟 就可以到达 哈利波特主题影城了 接下来就要进入到 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了 这边写着 2000年9月29号 上次开始 我的妈呀 到23年之前 这次主题园 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 主要分为 室内和室外 两个大的区域 和14个小区域 复刻了英国 哈利波特的片场 还有七间多件 拍摄道具 以及一些东京 限定的主题区域 一进门 回忆沙拉满 大厅里放着各个国家的 哈利波特海报 至今电影的一个主题 推开大门 就是霍格沃斯的礼堂 从海里的分院仪式 到圣诞舞会 再到最后的世纪大战 礼堂一直贯穿着整个电影 学院技术沙漏 学校老师的站位 天呐 主打一个电影神还原 当然更加不能错过的 就是九又四分之三站台 在这个站台这边的 想卖布团能够买 这个还蛮好玩的 真心建议大家 穿着校服拿好魔杖来玩 即应感直线上升 美梦沉 霍格沃斯特快列车 在英国经过了翻新整修 原装直送的东京 且列车内部也是可以参观的 还原了很多电影中 经典的列车画面 旁边还有一个列车小卖布 这个入学通知书 是只有在这里才能买到的 这个魔法布 是东京独家限定的 简直太豪华了 一比一还原 而且还模拟了壁炉里 使用非鲁粉通勤的小环节 这细节一下子就拉满了 从上学到上班 全方位体验魔法世界 欢迎来到对角像 对角像是个拍照的好地方 买书 我要去买猫头银 维斯莱兄弟的笑话商店 买魔杖 必去的奥利凡的商店 整个街道都有无数的细节 等待发现 跟大阪环球影传不同 这里虽然没有刺激的游乐设施 但是有非常多的互动体验 建议大家一定要体验一下 这个奎地棋比赛 这可能是唯一一次 能跟哈利同红的机会了 表情啊 记得要夸张一些 最后影片效果会更加有趣 上课的剧情体验 也算是帮哈密们圆梦了 还有飞天扫帚体验环节 然后可以购买你 专属的照片和影片 另外呢 场馆内也展示了 非常多电影幕后制作 和幕后的场景 大到整个霍格沃斯的建造 小到每一封手写信 都是有据可寻 这个可爱又忠诚的多笔道具 看上去就像真的一样 好可爱 哇 好真啊 就以前的电影都是用真实的场景 然后演员会更加入线 这些小演员们真的好幸福啊 电影场景的还原也非常真实 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 都在这儿跟小天狼行 聊天说话 这个叫做魔法防疫课老师 有求必无 这是冥想盆 真的做得好 第一次见到校长室 见到真的校长室 还有他的凤凰 布莱克家族树 每一个道具场景 都瞬间拉回电影里的一幕幕 又在脑海里重游了一遍魔法世界 整个园区逛下来 需要四到五个小时 如果是细节狂魔的话 一整天也不会过 园区内也有餐饮店和咖啡店 我觉得他们这边的餐食 主题还蛮好的 就做得很精致 而且价格也还可以吧 这个大概是一千五 这个是一千一 黄油啤酒是必点菜单 别忘记把杯子带走哦 餐厅呢 也用了草药学教室的元素 餐食还给你分了四个学院 我们点的是格兰芬多套餐 餐厅旁边呢 就是室外展示区域 还有细节满分的德斯里一家 哇 天哪 这个写的 哇 天哪 天哪 准备 没想到楼下的壁橱 居然是那么小 再次心疼哈利一秒钟 我们差不多整整逛了四个小时 还没有逛专卖店啊 就感觉好像自己的心情 也是跟着哈利波特 十一部电影走完了 就现在听着这个音乐 心里还挺感动的 看着这个霍格沃斯学院城堡 现在感觉好像 哎 真的我相信了有这个宇宙 所以如果你喜欢哈利波特电影的话 应该如果来这里的话 会非常感动的 商店里的产品啊 是非常的丰富 前期场馆里四个小时被种草 参观完就可以愉快地买起来了 别的不说 几个经典大型场景的还原度 已经能满足大部分人 对场馆的期待了 自身哈密还可以在这里继续挖掘细节 收获各种回忆上 我们大概在这个主题园区当中 待了五个小时啊 差不多也告一段落了 然后我刚刚呢 买了一些周边的纪念品 有一些是东京的周边纪念品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有一个是这个帽子 它的花纹是一个 东京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花纹 然后还有这个袋子也是东京 华纳东京的这个 哈利波特主题园区的一个限定 就觉得比较日常都能用的 也不会那么羞耻 感觉看下来 它比我期待当中要好玩 然后体验的东西也很多 另外有很多丰富的这个 电影制作的背后的一些细节展示 你是哈利波特影迷的话 你可能一天时间完全不够 把这个细节都看完了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来的话呢 最好是早一点来 那你花一整天的时间待在这儿 我就没问题了 这里我发现它有很多地方 不能够用这个微信和支付宝 所以大家要带好现金 或者是兇卡 或者是银脸卡 这样的话就不影响你们买买买了 不然然后6月16号 这里就正式开源了 很多宝宝都已经买好票了 没有买到票的宝宝们 也可以去那个斜程网上面 可以订购 希望我今天的一个Vlog 对大家有一点点的帮助 好了 我们下次见 再见